日用天良 月年 上年期第二十三周星期五 保禄中途至格林多仁前书 九章十六至十九节 二十二至二十七节 弟兄们 我传福音 愿没有什么可夸耀的 因为这是我不得已的事 我若不传福音 我就有和了 假使我自愿作者时 便有报酬 若不自愿 可是责任以委托给我 这样看来 我的报酬是什么呢 就是全部福音时白白地去传 不享用我在传福音上所有的权利 我原是自由的 不属于任何人 但我却使自己成了众人的奴博 为赢得更多的人 对一切人 我就成为一切 为的是总要救歇人 我所行的一切 都是为了福音 为能与人共沾福音的应许 你们岂不知道在运动场上赛跑的 固然都跑 但只有一个得奖赏吗 你们也应该这样跑 好能得到奖赏 凡比武敬赛的 在一切事上都有节制 他们只是为得到可扭坏的花观 而我们却是为得到不扭坏的花观 所以我总是这样跑 不是如同无定向的 我这样打拳 不是如同打空气的 我痛击我身 使他为奴 免得我给别人报折 自己反而落选 答唱荣 圣荣八十四篇三至六节 十二节 我的灵魂对上主的宫廷渴慕及免怀 我的心灵以及我的肉身 向生活的天主踴躍欢恩 万君的上主 我的君王 我的天主 麻雀靠近你的祭坛找到了住所 燕子也找到了安置有初的窝槽 上主 居住在你的殿宇 尝赞美你的 真是有福 哪以你作为自己的座右 居心朝圣的人 真是有福 因为上主天主是太阳 是护盾 上主尝广思恩爱和光荣 他对行为正直纯洁的人 从来不会拒绝恥福恥行 路加福音 六章三十九至四十二节 那时 耶稣向门徒讲比喻说 核子岂能及核子令老 不是两人都要跌在坑里吗 没有徒弟胜过师父的 凡受过愿被教育的 紧相似自己的师父而矣 怎么 你看见你兄弟眼中的目舌 而你眼中的大娘 倒不理会呢 你怎能对你的兄弟说 兄弟 让我取出你眼中的目舌吧 而你竟看不见自己眼中的大娘呢 假善人呀 先取出你眼中的大娘 然后才看得清楚 以便取出你兄弟眼中的目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